如何延长寿命,避免过早死亡,保证健康的生活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 均衡的饮食,并定期进行体育锻炼,有利于延长寿命。 医学研究指出人可以通过吃香蕉来降低过早死亡的风险,但应该每周食用多少香蕉呢? 健康均衡的饮食,包括每天至少五份水果和蔬菜,均可以降低早死的风险。 此外,为保持健康的生活,你还可以通过定期的体育锻炼来提高自己的寿命。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奇迹疗法,在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上做一些小的调整,将会提高你的预期寿命,避免过早死亡。 营养学家透露,使用香蕉可以帮助人延长寿命,并且香蕉可以降低患癌症和高血压的风险。 每个人应该每周吃三到四根香蕉,他们指出香蕉中含有钾,这有助于降低血压,甚至可以减少患肾癌的机会。 香蕉可以提供较好的营养效益。 无论是略带绿色的香蕉,还是带有斑点的香蕉,均具有提升情绪水平的能力。 香蕉也是色胺酸和维生素B6的良好来源,是人体所必须的化学物质。 更为重要的是,香蕉有助于改善消化水平,并且有助于调节血压。 喜欢吃香蕉是个人的喜好,香蕉的益处也会随着成熟程度而有所不同。 每周吃几根香蕉,有益于身心健康。 再加,为了使得香蕉更快速成熟,可以将其与其他水果放在一起。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吃青色的不熟的香蕉,可能会引起便秘,香蕉中含有少量的氨基酸。 极色氨酸,可被转化为大脑中的无抢色案。 无抢色案与抑郁症有关,高含量的无抢色案可以有效地预防抑郁症。 因此,补充香蕉也是改善抑郁症的有效方法之一。 此外,香蕉中含有一种叫做果胶的纤维。 吃香蕉可以让心情更为愉悦,为了更为健康的生活,可以补充一点香蕉。 饭前香蕉摆病消,不仅可防贫血,降血压,还能抗衰老。 不仅如此,饭前吃香蕉还可以提升脑力,预防过早衰老。 因为香蕉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所以饭前吃香蕉可以帮助我们减肥,甚至还可以帮助我们缓解便秘的问题。 无可置否,香蕉确实含有丰富的营养素,可以为身体带来一定的保健价值。 但是如果说饭前吃香蕉,就一定会带来各种各样的好处,那自然是极为夸张的谬论。 更为重要的是,在患有某些疾病的情况,饭前吃香蕉不仅没有健康益处,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身体危害。 接下来,借着这篇文章,我们一起来破除一系列关于饭前吃香蕉能够带来众多健康益处的谣言。 一、饭前吃香蕉能防贫穴,降血压,震心脚痛,减体重,体温控制,防中风,防体早衰老,是否有学理依据。 众所周知,香蕉含有钾离子、多酚类等抗氧化物质。 确实有研究指出,钾离子对稳定血压有帮助。 而且,多酚类也能预防心血管疾病。 因此,对于高血压、三高慢性病的朋友而言,香蕉是健康的食物,但仅有保健效果,并无法治疗高血压。 也不是吃香蕉就一定不会中风。 此外,香蕉也并无减缓心脚痛的效果。 此外,香蕉含有肋黄酮等抗氧化物。 其实对于退化性慢性疾病有预防的效果,民众可当作好的保健食品。 但若是已经确定罹患相关病症,并不宜将吃香蕉当作治疗方法。 传言提到的提早衰老,这种说法就过于笼统,不确定是指哪个身体器官。 值得一提的是,香蕉确实有抗氧化物质,但无法阻止人体衰老。 至于说,饭前吃香蕉可以减体重,很可能是因为香蕉里含膳食纤维,可让肠胃道益生菌发酵,增加饱足感。 然而对于减重的朋友而言,饭前吃香蕉也只是有辅助减重的效果,但并不会直接降低体重。 脂肪且减重重点还是热量控制,不以仰赖单一食物作为减重方法。 最后,香蕉含有铁质和维生素C,能预防缺铁性贫穴,至于体温控制。 人体是恒温动物,体温会保持在一个温度间,并没有相关研究,只称香蕉能维持体温控制。 总而言之,香蕉含有钾离子、多酚类等抗氧化物质,对稳定血压有帮助,能预防心血管疾病。 但仅有保健效果,并无法治疗疾病。 并无相关研究证实香蕉能体温控制,防蚊虫叮咬。 二、饭前吃香蕉,能除便秘,解素醉,中和胃酸,是否有学理依据。 香蕉附有纤维素,纤维素确实可以帮助排便,但其所含纤维素跟一般水果相较,并没有特别多。 大家若是想促进排便,建议可以食用成熟带有黑斑的香蕉,因为带有寡糖,可促进排便。 果皮青色未成熟的香蕉因含有柔酸,反而对排便不利。 此外,也提醒大家,若真想促进排便,应多补充水分,才能帮助纤维素作用。 关于吃香蕉,可以解素醉这一点,可谓是毫无科学依据的胡扯。 我们都知道,酒精进入人体后,要靠肝脏中两个重要酵素代谢。 一个是ADH酵素,先将酒精代谢为乙醛。 另一个是乙醛去青霉,ALDH2,把乙醛代谢成乙酸排除体外。 通常人喝酒后有脸红,素醉不舒服的症状,是因为乙醛无法代谢或是代谢较慢,累积在体内。 要解素醉,就是要把乙醛代谢掉。 香蕉并没有这样的作用。 至于香蕉是否能帮助中和胃酸,一般只要吃进去的食物,都会跟胃酸作用,帮助食物消化吸收。 所以,香蕉就像一般食物一样,吃进胃里后都能有中和胃酸的功能,但并非只有香蕉是这样的。 综合以上,香蕉附有纤维素,可帮助排便,建议民众可以食用成熟带有黑斑的香蕉,且应搭配补充水分。 但并无相关研究支持香蕉能解素醉,中和胃酸。 三,饭前吃香蕉能抗抑郁症,舒缓紧张,减轻压力,提升脑力。 从香蕉含有B足,每等营养素,以日常保健食品来看,香蕉具有稳定神经,消除疲劳,缓解情绪的效果。 且香蕉含有色暗酸,能增加血清,帮助入眠。 如果就因为如此,就夸张地说,香蕉可以对抗抑郁,舒缓紧张,压力,肯定是不行的。 在此之前,我们首先要理清是正常的情绪反应,像是紧张、焦虑,还是临床上的病症,比如抑郁症、恐慌症、焦虑症。 如果我们的状态已经在临床上被诊断为抑郁症,不宜将吃香蕉作为主要的治疗方法,而是应该求医对症下药。 香蕉只能作为日常营养补充而已,虽然香蕉含有能稳定情绪的维生素,但是大家也不宜过量食用,或是当作治疗方法。 且任何饮食都应以均衡为主,综合以上,香蕉含有壁足。 美,具有稳定神经,消除疲劳,缓解情绪的效果,但若以确诊为身心疾病,应对症治疗,并不能把香蕉当作治疗方法。 四,饭前吃香蕉好处多多,是否有科学根据,正因为香蕉具有丰富的营养价值。 我们更应该好好利用具有这样保健效果的水果。 事实上,香蕉饭前饭后吃,对于营养的吸收并不会有太大差别。 传言宣称的,饭前吃香蕉能治百病,并无科学证据。 相反,如果是以下两种人群,更应该避免饭前吃香蕉。 一,胃部功能不佳的人群,一般我们要何时吃香蕉都可以。 但对于胃状况不好的人,反而不建议饭前吃香蕉,因为可能会造成胃部不舒服,建议此类人群饭后再吃香蕉。 此外,香蕉含有果酸、糖分、空腹吃可能会促进胃酸分泌。 因此,对于胃部功能不佳的人群,不建议空腹吃香蕉。 二,肾脏疾病的人群,众所周知,如果肾脏出现问题,很容易导致钾离子排泄困难,从而让钾离子在体内蓄积,造成高钾血症。 一旦出现高钾血症,严重时甚至会危及生命,因为香蕉富含钾离子。 四,若有肾脏疾病的人群,应适量摄取,如果疾病严重时,甚至要避免食用。 三,服用降压药的人群,如前所述,香蕉富含钾离子,对血压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 尽管如此,大多数人确诊高血压,通过饮食调整几个月不能改变,都会服用降压药。 然而,我们在服用降压药的过程中,一定要少吃香蕉,要吃也要在服药后两小时后,以免造成低血压。 此外,香蕉含有高钾离子,与保钾利尿类的降压药一起服用,很可能会引起高钾血症。 喝酒后可以吃香蕉吗? 2016年11月4日,人民网报道,英国格拉斯哥有一位老人,从22岁开始就每天喝一杯红酒,而且每天必做的一件事就是吃香蕉。 他儿子说,在吃香蕉这件事上,他非常疯狂,截止到报道时,这位老人刚过完102岁的生日,而且身体还不错。 影响寿命的因素非常多,喝酒吃香蕉,绝对不是长寿的秘诀,别人也大可不必效仿。 我只是想说,喝完酒后吃香蕉,或者吃香蕉后喝酒,并没有危害,酒和香蕉都是很常见的食物。 二者在一起食用的几率非常高,生活中也没有见到什么问题。 其实,许多常见食物之间并没有那么多的配舞禁忌。 坊间传说的某某食物和某某食物不能一起吃,后经科学证实大多都是错误的。 香蕉是一种常见的水果,甲离子含量较高,单糖含量较高,生糖指数较高, 血糖还没有很好控制的糖尿病患者尽量少吃,酒不但抑制糖一生、蛋白质、脂肪等物质变成糖。 也抑制肝糖原分解,肝脏储存的糖原分解成可利用的糖。 如果大量饮酒的同时,再不吃主食,很容易发生低血糖。 从这个意义上说,偶尔饮酒后吃几根香蕉还是有点小好处的。 不过,长期大量饮酒会干扰糖代谢而导致糖尿病。 总是饮酒吃香蕉可就不好了。 饮酒后可以吃香蕉,但不鼓励饮酒。 饮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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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饮酒